对吧 来看看短片之后 看看密室里面的男嘉宾 对您感不感兴趣 来 一号男嘉宾你好 很高兴见到你 你喜欢精致型的女人吗 我喜欢 非常喜欢 您会要求对方必须变得精致吗 那是 我精致吗 问谁呢呀 男嘉宾 女士人问你呢 喜不喜欢精致的男士 那喜欢呢 我是一个精致的人 我对另一半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 你找精致 主要是冲中内在的 心灵的美 心灵的精致 男嘉宾一帅就行 就看一张脸呗 也不是 还有看 还得横实 会过日子 那您咋把帅摆在头一位了呢 您说的精致 那当然我就领会就是帅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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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喜欢开朗的 还是老实拔脚的 老实拔脚的也挺好 我就是老实拔脚的 你老实到啥层了 内向也不老实吗 你说内向和老实不是一个概念呢 就是啊 有的人粘巴正干大事 咱们十五人踏踏实实的办事 也十五人不蹦不骗 那媳妇在外面受委屈了 您也不出头的那种啊 您分手为事啊 男人呢 都是 出人为事 得预知 得气得踏踏 您是那种不 是 您说您自己是时尚的意思 是不 对 原来的感觉老实是属于这个人比较诚实 比较肯干 就是做的比说的多 但是往往现在一说老实的时候 马上就感觉 呦 是不是稍稍有一点点像窝囊似的 所以咱们刚才姐姐犹豫了一下 对 她是希望能够在关键时候 男人能肯为她出头的 所以二号男嘉宾说自个儿也是这种是吧 对 三号男嘉宾你好 我请问这位女士 你是否喜欢文艺 会不会一两件乐器 我会吹口哨 因为啥呢 我家养个小猫咪 口哨算乐器 请问请三号男嘉宾 那是年轻时候 那不是乐器 那是口气的属于 人家女士吹口哨就冲自耳家猫吹 我问一下男士 你年轻时候冲谁吹口哨 你年轻时候吹口哨吹着玩呗 走到乐乐高兴就吹 不是说哪位漂亮的女士一路过一分 那那那那我做不来 你那耍呢 还没给我吹男婷 是吗 不选他们 不愿 你这在线来不及握手 我会葫芦丝 口琴笛子二五 就是有点跑调 唱歌跑调 怨气会吹口哨 这是你全部得文艺细胞了 是不是啊 女嘉宾 你好你好 我开个工厂 挺好挺能干的 我现在的公园达得全练练武术上的 我做的一小子会练武术 队长女嘉宾第一一下如何 挺好漂亮美丽大方 谢谢 好 谢谢四号男嘉宾 五号男嘉宾你好 女嘉宾你好 你的身体挺好 身体挺好 谢谢 好了 谢谢密室里边的五位男嘉宾 五位男嘉宾已经跟您聊过天了 虽然是非常的短暂 但是我觉得您这个人挺有意思 在一段聊天之后 你就觉得谁喜欢谁讨厌 甚至告诉三号说你惹了我了 我不想见你了 是吗 姐姐你这一上台之后 顿时让我们眼前一亮啊 敢穿旗袍的女人 一定是秀外会中的 五位男嘉宾对你赞赏有加 我相信对你 你感觉印象比较深的也是 三号男嘉宾 乐器那么多都会 所以他一直问你喜不喜欢文艺 是吧 其实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可能是让你的生活能够更大有情趣一些 还有呢我觉得四号男嘉宾 先把自己踩底亮了 所以我觉得在经济的这个方面 可能是他更有底气一些 我觉得阿姨就适合大气的男人 在一起生活 因为我知道阿姨 你虽然在舞台上表现得很秀密 实际上你是一个也不差事的女人 你知道吗 只有那种能hold得住你的男人 才能跟你过到一起去 要从这一点来讲的话 其实我应该补充一下三号叔叔 三号叔叔跟你一样苦尽甘来 而且是特别懂得珍惜 当下的这么一个男士 还多才多艺多好 多有这个情趣的男人呢 对不对 跟他在一起生活是乐趣多多 刚才你说那个四号 其实我原来想手推四号 你知道为啥吗阿姨 人家真能干呢 人家运气也好 财运也好 而且关键问题 他是身体倍儿棒啊 然后也是撑过大事 见过大场面的人 您俩经历有点相似哦 阿姨 所以三号四号 跟你是非常匹配的 你合计合计呗 那么最后 你嘉宾会选择几号的男嘉宾呢 广播过后 平台继续按着选择 我在这里当你 没